蒙古骑兵骁勇善战而且生性野蛮 而他作为蒙古骑兵的首领更是身经百战所向披靡 曾带领不到20万的军队去征服40多个国家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屠城为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 而就是这样一个首领 一支部队当时建立了世界版图上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 后来又建立为元朝 他就是世界熟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 蒙古的铁骑在铁木真的率领下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 足迹踏遍亚欧非大陆 只差将世界掌握在自己手里 毛泽东也曾赞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所以成吉思汗的一生可谓轰轰烈烈 英雄不但生时令人臣服 死后也是令后人惊叹 作为曾经世界级的统治者 成吉思汗铃木的陪葬品可能令你大吃一惊 光是陪葬的人就有几千人 还不算是其他的生活用品 金银财宝之类 而陪葬的宝贝更是数不胜数 曾经有人说 秦始皇陵规模宏大 富可敌国 可是现在专家要告诉你的是 成吉思汗的墓比秦始皇的还要壮观 曾经有无数盗墓者和各国专家 想要发现和发掘成吉思汗的陵墓 可是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蒙古族有着特有的皇家秘密制度 当成吉思汗死后 他的亲信就秘密将他带回故乡 并且秘密安葬 只有亲人才可以找到 一般人无法发现陵墓的所在 直到2002年 蒙古和日本的一支联合考古队 都曾想找到成吉思汗墓 可是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可见成吉思汗陵墓里的宝藏 吸引着多少人的眼球